展榮展瑞妳要誰 他們兩個長得很像 而且他大人 但是我長大 他就已經 每個那個曲子 不會啦 展榮展瑞妳們會搶命百歲的 他不是這個意思 不好意思 祝妳們健康平安好不好 徐老三手露臉 太失控 稍微死急道歉 放話金鐘得獎 憲哥會攻擊我 小燕姐好 我是國際曲心笑的 這是我女兒 是Manny 是Manny我覺得媽媽天 這個很像巨星 還是妳覺得自己 比較像巨星 其實比較厲害 我本來就是巨星 巨星 來 各位評審 17號小S 帶著十歲 徐老三 首度合體 出席代言活動 今年他以西地上 聊入圍京中 綜藝天王胡瓜 黃紫嬌 吳宗憲 都是勁敵喔 我真的平常 還有回到義能進 沒差嘛 因為他現在應該比較 KARE那個 卡拉紅天雷吧 講真的我這次是 很開心入圍 但我覺得我一定是不會拿搶的 而且如果我拿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他答應 你這樣合理嗎 只有他是單張機嗎 這個也很滿了解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因為這句話 我還不好意思跟大家炫耀 結果他替我講了這句話 我真的很感謝小燕 他真的是 真的不愧是 田一圈的 田一圈的那個 小小者 真的 他真的很瞭解我的一切 其實我真的很想得 因為我之前經歷那個第一場 還有對自己的質疑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不可能再當主持人 可能是要退出演藝圈 我都要給你錄 他那麼年輕 我都四十次了耶 所以我覺得 Logo妳後面錄那麼長 他會先不要急 他今天也講 那個服裝上的比較好 沒有調整 他放了一個後點 那妳有看過媽媽跟小燕 妳在年齡分農是嗎 那時候還沒出現 那是到底影片 她不要看過嗎 我都不會看她的影片 直接滑掉 我沒興趣 她就是很愛罵別人什麼的 妳會願意上媽媽的節目嗎 好無聊耶 怎麼會邀到我的 我喜歡的明星 邀到誰 妳會願意跟她同台 妳不可能要Flob Pink 妳明星也沒那麼大 妳一定要每一句話都攻擊我嗎 沒有台灣的 妳不是也有喜歡的 像這群人呢 這 他 怎麼可能 小虎可以彈戀嗎 小虎可以彈戀嗎 妳做的是我的話嗎 展榮展瑞妳要誰 他們兩個長得很像耶 而且他大人耶 但是我長大 他就已經 美麗的去世了 不會啦 展榮展瑞 妳們會搶命百歲的 他不是這個意思嗎 不好意思 祝妳們健康品牌好不好 這段是這段是 真的不會被他們吃飯吃飯